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爺孫戀並不罕見 但是真正結婚的可就少著又少了 安納妮可史密斯就是其一 國人可能很少有人聽過這個名字 但其實她也是一位非常傳奇的女性 被人稱為《玛丽莲夢露第二》 從這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女人有多美了 同樣 她的人生也充滿了一定的傳奇色彩 從脫衣舞女成為明星 更是在26歲人生最美好的時候 選擇嫁給89歲老翁 這也註定她的人生會有一個不平凡的結局 安納童年過得並不幸福 她出生在開放的美國 也註定她的童年不會一帆風順 她的原生家庭是一個公務員之家 母親還是一名警察 不過 他們的生活依舊很拮据 夫妻二人一共孕育了六個孩子 而他們的收入又不是很高 生活自然也就過得不是很好 歲月也逐漸消耗掉了夫妻之間的恩愛 他們開始無休止地爭吵 最終婚姻亮起了紅燈 安納剛剛出生一年 父母就離異了 她跟母親一起生活 而母親忙於公務 自然也疏於對她的陪伴 缺少父愛的安納 童年變得極度缺乏安全感 她只能把自己武裝起來 來保護自己 表面看上去強大 但其實內心非常脆弱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安納自然也就無心學業 更在11歲的時候 因為打架 她直接被學校給開除了 辍學以後 安納徹底放飛了自我 與社會上一些人混跡各種場合 後來 安納在一家炸雞店找到了工作 從服務生幹起 最後成為了一名廚師 在這裡 她還找到了自己的愛情 還與那個男人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這也成了安納悲劇的開始 18歲的時候 安納嫁給了一個16歲的男人 婚後 安納生下了自己的大兒子丹尼爾 可惜 兒子的出生並沒有讓年輕的丈夫變得成熟起來 她依舊酗酒度日 有時候還會欺負安納 不得已 安納只能匆匆結束了這份短暫的婚姻 像母親一樣 離婚以後 安納爭取到了兒子的撫養權 沒有兒子之前 安納一個人的生活自然瀟灑至極 正所謂一人吃飽 全家不餓 有了兒子可就不一樣了 她不得不賺更多的錢來撫養自己的兒子 這成了安納傳奇的開端 也是她悲劇的開始 一個沒有文化 沒有技能的人 想要在社會上混 只能幹一些最基本的工作 拿一些微薄的薪水 在離開第一任丈夫比爾後 安納在一家超市當收銀員 一週六十美元的薪資根本不足以讓母子二人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 為了多賺錢 安納不得不拿出女人的資本 身體 二十出頭的安納帶著兩歲的兒子在休斯頓艱難度日 為了改變生活的困境 安納不得不沉淪夜場 在一家脫衣舞俱樂部擔任半裸舞娘 不過在這裡 安納遇到了人生的轉機 二十三歲的安納在舞台中央賣力地扭動著豐滿的躯體 周圍的男人眼睛直冒綠光 同時還發出狼一樣的嚎叫 安納當然反感 並且享受著 因為這些男人是她金錢的來源 在這眾多的男人中 有一個人非常特殊 她就是石油大亨G.霍華德 馬歇爾 個人擁有十多億美金的財富 從見到安納第一面開始 她就對這個與瑪麗蓮夢露有幾分相似的女人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 然後就經常光顧安納所工作的俱樂部 每次出手都非常大方 安納也是一個非常懂得把握機會的女人 就這樣幾番接觸下來 安納成了石油大亨的女人 霍華德也確實捨得花錢 為了讓安納更像夢露 還拿出了一大筆錢 讓她去整容 一起奉胸 最後還給她介紹了各種資源 夜場中的女娇娃 在金錢的攻勢下 愣生生地蛻變成了知名模特 在霍華德的幫助下 安納還模仿瑪麗蓮夢露 拍攝了一組半裸照片 並且登上了著名雜誌《花花公子》的封面 安納也終於實現了階級越簽 成為了一個小有名氣的明星 她代言的牛仔褲更是直接賣到脫銷 前男友們也紛紛打電話給她 向她哀求 要與她重歸於好 但對於這些現實的男人 安納一概不理 成名以後 安納並沒有拋棄霍華德 而是真的與她舉行了婚禮 1994年 89歲的霍華德 終於如願以偿 坐在輪椅上 與遊物安納舉行了婚禮 這也成了安納悲劇的開始 當時結婚的時候 霍華德的身體就已經出現了問題 安納答應霍華德的求婚 除了報恩之外 未必沒有別的心思 一年後 90歲的霍華德去世 留下了19億美元的巨額財富 面對這樣一筆巨款 試想一下 誰能不動心呢? 然後 安納便陷入了無休止的官司當中 霍華德有兩個兒子 在與妻子離婚的時候 他便與這兩個孩子劃清了界限 並拒絕支付任何費用 大兒子非常有骨氣 也從來不去找霍華德 而小兒子皮爾斯 則是一個非常有心計的人 儘管富豪老爸不承認自己 他還是以兒子的身份留在父親的身邊 所以在霍華德死了之後 在遺囑中 他把自己所有的財富都留給了皮爾斯 而新婚妻子安納則一分都沒有 他如何能甘心呢? 為了爭奪遺產 安納把皮爾斯一紙訴狀告上了法庭 卻沒想到這成了他落魄的開始 雖然皮爾斯手握遺囑 但是安納也有自己的理由 第一 自己與霍華德真親相愛 第二 兩人在結婚的時候 霍華德曾經承諾 在自己百年以後 把自己的財產分給安納一部分 第三 在霍華德住院的時候 皮爾斯曾控制自己的探視時常 第四 霍華德曾經表示過 要收養自己的兒子丹尼爾 綜上所述 霍華德與安納的婚姻是一個有效的婚姻 遺囑很可能是在皮爾斯的蠱惑之下 才沒給安納留一份錢 對於安納的說法 皮爾斯的律師並不贊同 他認為 在結婚後的日子裡 安納並沒有跟霍華德居住在一起 接吻的次數更是有限 這樣的關係怎麼能成為夫妻呢? 所以 最終 安納敗訴了 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 就在她大打遺產案的時候 安納的事業也迎來了危機 富豪老公去世後 安納徹底放飛了自我 她的私生活尤其混亂 那兩年 光是她的各種新聞就養活了半個美國的八卦媒體 但是 安納在這其中並沒有獲得什麼 隨著年紀的增長 早年整容的弊端也逐漸明顯 為了維持自己性感的身體與美麗的容顏 安納不得不繼續砸錢去整容 同時也開始服藥來減輕整容給自己帶來的痛苦 最後 安納對藥物上癮了 遺產官司搞得安納焦頭爛額 根本無心經營自己的事業 再加上隨著年紀的增長 這個廣告界的闖兒不再受廣告商青睞 沒多久 安納就破產了 洛杉磯法院也開始重新判決了霍華德的遺產案 判定皮爾斯支付給安納4.75億美元 皮爾斯不服提起上訴 2006年 美國最高法院受理了這件案子 也就在這年皮爾斯因病去世了 同樣沒有留下任何遺產 最後 安納與皮爾斯的妻子開始爭奪這份巨額遺產 在遺產案還沒有一個結果的時候 安納又迎來了一個悲劇 當年9月份 安納在巴哈馬生了一個女兒 她特意讓自己的兒子丹尼爾從洛杉磯乘飛機前來見證自己妹妹的誕生 而丹尼爾非常恐懼飛機 但為了不讓自己的母親失望 在登機前 她服用了一些抗焦慮的藥物 與安納會合之後 丹尼爾疲倦地趴在母親的床頭睡去 然後再也沒有醒來 經過法醫診斷 丹尼爾正式去世於那些藥物 丹尼爾的去世讓安納崩潰了 她整日生活在自責當中 為了控制自己的情緒 她又讓醫生給她更多的藥物 5個月後 安納也去世了 這年她剛剛39歲 安納去世以後 律師男友站了出來 拿著小女孩的出生證 表示自己是孩子的父親 安納的遺產應該有她一部分 然而經過醫學檢測 這個男人並不是小女孩的生物學父親 接著奇葩的一幕出現了 安納的保鏢 攝像師 還有一個70多歲的有父之夫都相繼站了出來 都表示自己是孩子的父親 從這就可以看出當時安納的私生活有多麼的混亂 最後被證明攝影師萊瑞是孩子的父親 緊接著諷刺的一幕出現了 安納的賬戶上僅僅只有35萬美元 除了朋友的欠款之外 她還欠了銀行50萬美元的貸款 但是 最後萊瑞還是成了最大的贏家 安納生前花費許多精力的官司贏了 經過法院審理 安納的女兒丹妮林分得了4.23億美金的財產 另外 安納的律師男友也不虧 根據安納的遺嘱 她將是安納的監護人 並且分得了這筆遺產的3% 大約有1200萬美元 只是可憐了安納 14年的遺產爭奪案 眼看著要勝利了 自己卻一面呜呼了 安納的悲劇也印證了一句老話 人未踩死 鳥未食亡 如果當初她成名以後 腳踏實地地經營自己的事業 不去想著老頭子的遺產問題 她未必不會成為一代傳奇女星 可惜了 但這也就是人性 面對那麼大的一筆巨額遺產 有幾個女人不會動心呢?